真正的天才是什么样子的 她可以四天写完一本百万字小说 某点大神见了都要流泪的那种 可以三天时间学会弹钢琴 还可以利用数学精通 在赌场大杀四方 紧接着跑步的时间听个词带 就能够熟练地掌握一门新语言 当然 辽妹这一块也一定是百发百中 可是她的天才 是靠药物为耻的 一周前的她还是一个废材写手 每天靠着酒精续命 至于有多废材呢 一个月都写不出来一个字的那种 婚姻破裂的她 紧接着现女友又变成了前女友 习惯了被生活蹂躏的男人 麻木地往家里走去 这时身后一个人叫住了她 她转头 看到的是前妻的弟弟 也就是男人的前小舅子威廉 威廉邀请男人一起喝一杯 期间问起男人的工作近况 男人坦诚没有灵感 借着写书来逃避生活 威廉告诉男人她可以帮上忙 接着从口袋拿出一粒 看起来就不是很正经的药物了 男人想要拒绝 毕竟她虽然颓废但不想堕落 威廉告诉男人 她现在是一家制药公司的部门 药丸是公司还未上市的高档药物 可以开发利用大脑的百分百 没给男人反应的时间 威廉接了一个电话后 表示有事需要先离开 留下药丸的同时 也顺势留下一张名片 男人想了想 反正现在的生活已经不能再糟糕了 随即直接吃下药丸 回到家的男人 刚好遇到了前来收租的房东 在房东缠着他一直碎碎念的时候 男人刚吃下的药丸起作用了 他发现他眼里的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随意地瞟了几眼 男人马上就能分析出 眼前的房东在读法学 看到书名 瞬间回想起12年前读过的这本书的所有细节 同时也知道了房东的暴躁是因为论文的烦恼 他利用记忆里的知识 帮助房东完成论文 从电脑上写到床上 解决完房租的问题 回到家的男人 又瞬间化身高级家政 一个小时把垃圾厂变成样板房 精力依旧充沛着他 文思全有 接着写完了欠下四个月的小说 一觉醒来的他 发现又回归正常了 再没有了任何思绪和领感 男人把昨天写的小说交给编辑 转头刚到家 就收到了编辑催更的电话留言 他意识到他需要更多的药笼 通过名片他重新找上了威廉 威廉显然很清楚男人的目的 男人也心甘情愿被威廉所套牢 他帮威廉去取干洗的西装 特意贴心地戴上早餐 但是造化弄人 重新回来的男人惊恐地发现 威廉已经死在了沙发上 看着一片狼藉的房间 回复神的男人也意识到威廉为何被杀 他开始尝试戴上手套寻找 还真的被他找到了藏在橱柜缝隙里的药丸 接下来的时间 因为药丸的影响 男人开启了小说爽门模式 靠着一天一片的药丸加持 他开始变得几乎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很快就融入到上层社会 随着眼界和人脉的增长 他知道需要完成资本的累积 最快的就是金融了 但是他需要足够的本金 于是他从本地黑帮光头狼手上 以高利贷的形式借了十万本金 短短一周的时间他就凝声大噪 账户上甚至超过了二百万米刀 前女友也因为他的成就 再度对他刮目相看 甚至连金融大亨都被他吸引 依靠着博学的才华和敏锐的市场秀举 男人成功地赢得了大亨的合作一响 一切似乎都是完美的 但是 世界上所有的馈赠 都在暗中标注好了价格 男人的精神开始恍惚 思绪变得混乱不堪 甚至分不清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虚幻了 解决完小混混后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做过些什么 回到家的男人直接倒在了床上 直到被电话留言的声音吵醒 他才想起大亨交给他的收购案资料 还没有整理 边研究边准备习惯性吃药的时候 男人愣住了 他发现不知不觉当中 药丸已经被他吃完了 他想尝试着不依靠药丸 但是发现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 这些资料甚至像天书一样完全看不懂了 他开始通过威廉留下的笔记本 尝试联系之前他的客户 希望能够获取到药丸的来源 但是随着一个个电话拨打过去 他惊恐地发现 所有之前的客户不是已经死了 就是病毒 最后一个电话打过去 但铃声就在耳边响起 他被人跟踪了 其他买家也在打他的注意 男人立马挂端电话拔腿就好 利用突发的车祸逃上了一辆计程车 慌不择路的男人来到一家餐馆 意外地遇到了几年不见的前妻 看着往日荣光焕发的女人 竟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了解下他才得知 前妻也是被药丸所催我 他之前也通过威廉吃过这个药丸 但是意识到药物的依赖性 他强迫自己戒掉了 可是自从停药之后 他的身体出现了不可逆的问题 再也无法集中精力了 但庆幸的是 他服药剂量小 勉强地活了下来 但已经像形势走肉一般了 听完这些话的男人绝望了 因为现在的他 已经越来越依赖药丸了 无可奈何的男人 看着手上最后一片药丸 他知道现在戒掉已经不现实了 他只能先弄明白一切 再慢慢想办法解决了 刚走到家门口的男人 被借他高利贷的光头男堵住了 推脏之下男人手上的药丸也掉在了地上 光头男发现了 他看着男人紧张的模样 二话不说直接吞了下去 逼迫男人把钱还给他之后 光头男才得意地离开了 因为没有及时的服药 男人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了 靠着最后一丝力气 他终于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女友 见到女友后 男人无奈地跟女友坦白了一切 因为现在唯一能够拯救他的 只有眼前的女友了 原来男人为了以防外衣 将一部分的药丸藏在了女友家里 看着眼前脸色苍赖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男人 女友只好赶回家帮他拿药 但是在回来的路上 女友发现他被人跟踪了 抢药的买家再次盯上了他 女友下车狂奔 在公园看到路上的两个壮汉 连忙跑步去求助 月薪的壮汉刚准备打爆不平 但是身后的买家直接拔刀就刺 瞬间两个壮汉就领和饭 趁着买家被暂时地拖住 女人赶忙躲在一个石头后面 他焦急地打电话给男人 男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让女友打开袋子 吃下一颗药丸 当下只有这唯一的办法能够得救 女友本不想吃 但是眼看着买家逐渐逼近 为了活命 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这个女人正在被杀手追杀 眼看着即将被发现 女人吃下了一个小药丸 瞬间 她眼前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女人飞快地运转大脑 筛选着周围能够利用的一切 修剪树枝的剪刀 男人手上的棒球棍 还有远处的滑冰场 一个计划马上在她脑海里构成 只见她飞快地朝着滑冰场跑去 熟练地翻越栏杆 穿着高跟鞋的女人 动作快到杀手都追不上 到了滑冰场 眼看着身后的杀手掏出了凶器 女人并不慌张 她已经计算好了一切 利用身前小女孩脚上的冰刀 在杀手近身的一瞬间 直接反杀 杀手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女人成功地逃回到了公司 将药丸给男人喂下 男人终于活了过来 意识到家里不再安全的他们 开了一间房安全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醒来后 男人从窗户看到了光头男在找他 原来也是为了药丸而来 男人知道眼前的亡命图没办法打他 为了拖住他只能先给他几例 通过药丸重回巅峰的男人 为了安全起见他得更加谨慎了 于是先重金聘请了两个保镖 随时贴身保护他 重新定制西装缝上内衬 以便将药丸随身携带 与此同时 他还找了一家医疗实验室 复科药丸的同时 深入研究希望能够消除药丸的副作用 男人的人生继续往上走 成功地取得了大亨的信任 主导了史上最大的商业收购案 回到酒店的男人发现酒店被洗劫了 于是靠着金钱的作用下 这个有着内置保险箱 中央监控系统 金库级别的大门 三重防盗系统的豪宅堡垒 被他成功拿下 解决完后患的男人 只要等到这次商业收购签字后 就能彻底地逾越龙门了 到了签字当天 另一方的富豪无故地爽约了 直到富豪的妻子找了过来 告诉他们富豪病重了 只能等病情好转之后再重新合作 在送走富豪妻子的时候 男人意外地发现 一直跟踪追杀他的满家 竟然是富豪的司机 他瞬间明白了 这个富豪的一切也都是依靠药丸得来的 大亨继续找到男人商量后续的对策 到了吃药的时间 男人借口来到洗手间 发现随身携带的药丸不见了 他意识到身边出现了间谍 他最信任的律师 趁帮他拿外套的时候偷走了药丸 同时一个一鸣的包裹送到男人手上 男人打开包裹 恐惧地发现竟然是贴身保镖的双手 男人前脚刚躲回家里 阴魂不散的光头佬为了药丸找破了 金库级别的大门也扛不住电锯的柔力 光头佬控制住男人 逼迫男人给他更多药丸的同时 也跟男人掩饰药丸的正确用法 他把药丸溶解直接注射进血液里 他告诉男人这样药效更长 趁着光头佬的手下在家里搜寻的时候 男人偷偷将一把刀藏在身后 等到光头佬要对男人用行使 男人抢先一步干掉了光头佬 但是缺少药物的男人 身体也彻底地透支 他似乎回天乏术了 这时倒在身边的光头佬的血液 缓慢地向他流了过来 尽管他抗拒 但他也明白 这是他当下唯一的退路 男人满血复活了 趁其不被用注射的针头 成功地戳瞎了光头佬小弟 独眼龙唯一的眼睛 再又骗瞎了的独眼龙 射杀解决了另一个小弟 最后再把独眼龙干掉 男人终于安全了 大脑高速运转之下 男人找到傅豪的医院 看到傅豪已经不致身亡 他重新找到傅豪的司机 也是一直跟踪追杀他的人 因为傅豪的死亡意味着 偷走他药丸的律师被判了傅豪 于是他说通司机 配合之下成功找到了 被律师藏起来的药丸 一切似乎回到了正轨 很快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男人摇身一变 已经成为了参议员 马上要进行参选总统了 之前合作过的大亨不请自来 他告诉男人 他已经收到了男人 委托研究药丸的实验室 也了解了男人的一切 他用停药威胁控制男人为他服务 但是男人似乎并不害怕 因为通过这一年 对药丸的研究优化 他已经彻底摆脱药物的控制 甚至因为药物对大脑的改造 他随时能够百分百地利用大脑 看到大亨不信的眼神 男人告诉大亨即将出车祸 果然下一秒 接着突然把手按到大亨的胸口 立马就感知到大亨的心脏病 大亨只好慌忙地上车离开 电影的最后 男人似乎真的无所不能了